BUNCHI 天堂 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球天堂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要來帶大家看一下上一次出的這個姿勢的另外一個視角 就給想要使用的玩家可以參考一下說 欸 你看到這個樣子大概是怎樣 就是如果你覺得很難打的話就可以考慮入手一下 不過這次出的兩張都是先發投手啦 所以說在這個手動可能就是看你有沒有玩先發 那另外第三張的話打者是出一張傳奇的裁縫案 那也沒什麼好選擇的 基本上就是只有一張 那因為他比較貴啦 所以我沒有特別買 所以說等一下只會有一個視角 就是投手的視角 那如果你要看打者視角的話 我那個樹上版那邊有影片 就直接去那邊看就好了 好那一樣介紹一下這次的這個姿勢的卡片 首先是裁縫案 裁縫案的話沒有辦法 只有一張卡片 而且非常貴 所以就是可能當初有練的算是一個賺道 然後沒有練的話你就看自己的狀況 因為他有點貴啦 雖然說貴 但是素質是真的蠻漂亮的 好那再接下來的話就是這次主要兩張 可能比較多人可以入手的 第一張是霸靈爵 那霸靈爵的話之前叫包靈姐嘛 在這個富邦的時候 所以這次兩隊的選擇我都會講一下 那如果富邦的話基本上就 就都蠻便宜的啦 那就直接上到這張 平價84的這個SEP就好了 就球位85 球速71可能稍微比較不夠啦 但是其實素質上面是還OK的 那如果你是熱天的玩家啦 我是覺得說 用這張算是替代品 因為五月這張蠻貴的 但是我其實比較推薦用五月的 那為什麼勒?因為球種不一樣 五月這張的話硬是塞了一顆紫叉球進來 所以我覺得那個差蠻多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就上頂卡 就是這張 那當然最貴的是 是千卡 千卡這邊不談 那就是你能上這張MAY 就上這張五月的 那如果不行的話就用八月的就OK了 然後最後是米蘭達 米蘭達的話怪物卡這邊我不談 那頂卡的話絕對是這張惡靈的APR 前三項傳奇等級 那就是球速慢了一點 但是OK啦 基本上還是可以拉得滿 就可能要用力一點啦 會花比較多的資源啦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張太貴的話 我是覺得說這張SEP其實也不錯了啦 就差在變化 其實就只差在變化 但價格其實差了十倍左右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個人 然後還有這種 我控球沒差 但是我要變化跟球威的版本 就是OCT 那還有這張是 再平均一點點 但這張我覺得就不用了 因為球威87 就相對上面這兩張 沒有來的這麼好 就是說你資金不夠的話 就盡量可以不要上頂卡 就是你可以先用這些卡片 就好了 那賣不賣的掉就到時候再說啦 這個五十幾億都還蠻有機會 因為現在卡片一直狂疊 好那我們就進入到姿勢的畫面吧 好那雙方的先發都是米蘭達 因為說 我為了那個影片比較快速可以拍完啦 所以我 等一下會把霸凌絕放在中繼 反正大家看 就是看姿勢就好了 那個球速的數值 就先不用看了 反正主要是姿勢才是重點 好首先是菜風安的姿勢 這樣做的蠻瘦的 那姿勢的話 因為菜風安算是比較前面的卡片啊 所以可以找到影片應該也不多 我是覺得說其實有 有感覺啦 這是不是跟基礎姿勢其實蠻像的 好那米蘭達這邊的話其實是蠻像的 我是覺得OK啦 米蘭達這邊 好然後保送 接下來的話就是蕾上友人 有做 這次有做出來 好投個兩球就好了 好接下來換上霸凌絕 這個其實也是做的蠻像的啦 就是說 有些人有在講 就是可能他這個 他會盾一下嘛 有些人覺得盾一下的時間不夠久啊 那如果更久的話其實還蠻有 就是可以破壞別人節奏的那種 BUFF的感覺 好投個兩球就好了保送 好壘上有人 也是投個兩球就好了 好那我們就切換到另外一個視角吧 好切換到另外一個視角 的米蘭達 就看個人吧 我是覺得這個看起來就 就可能會 像那個 賴紅塵那樣吧 就是打起來 打起來的節奏的那個感覺 那可能就是看你覺得賴紅塵好不好打 我覺得 不過球種不一樣啊 米蘭達的球種再好一點點 賴紅塵的球種就會比較偏 偏普通一點 然後定位也不一樣 一個先發一個是中技 好這樣就好了 就換 霸凌絕吧 好換上霸凌絕 主要就是說他還是有一個 盾一拍的動作 就是看這個有沒有辦法去 亂到節奏 然後 因為他其實盾這拍沒有盾到非常久 好然後送 送 跑者上雷 欸送塔者上雷 塔者還沒上雷之前不是跑者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雷上有人 就是看你覺得說 這個盾一下 你自己這樣看起來的話 你覺得 有沒有 差 阿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考慮入手 或者是看你覺得這個姿勢喜不喜歡 有時候就是這樣 還蠻看個人的 好那就這樣吧 那今天這部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 跟觀眾朋友知道 那我們就 下集再見了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